郭文貴議員 那再來我就來介紹今天議會的各位行政院所屬的這個所長 首先介紹行政院政務副秘書長何佩山女士 經濟部部長王美花女士 財政部部長蘇建榮先生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委黃天穆先生 衛生福利部長務次長蘇重良先生 科技部政務次長林敏聰先生 好現在我們就來針對生技新藥產力發展條例的修正廠案 來做協商 院長那個時代力量那邊的修正動議是不是可以宣布 好那有關於今天要研商的就是修正草案的第四條第五條第八條 好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來這個我們就從第四條開始 是不是從第四條開始看大家有什麼意見 那個時代力量的修正動議就把它發給大家 好請大家發下去 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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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等大家都收到以後,我們再來進行討論。 都有了,我們就開始,我們針對第四條,先從第四條,第四條就包括,除了原有的之外,就包括時代力量跟民進黨的修正動議,讓大家看誰要來先發言。 好,來,陳委員。 好,院長及各位委員,還有各位,先進大家好。 好,那時代力量的修正動議的部分,在定義的這個部分,在第一項第五款,再生醫療的這個解釋裡面,就是將細胞核酸或基因用於人體的構造。 好,那原來是只有基因,好,那這個修正的條文裡面,好,就是加了核酸或,好,或這三個字。 然後在第六點的精準醫療的裡面呢,也是一樣,在定序的部分,好,就是加了核酸或,呃,基因,那也是加了三個字。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們現在用的這個醫療的這些成分裡面,好,這個DNA,我們都知道DNA,那DNA是一種去氧核糖核酸,那RNA是核糖核酸,所以他們都是指核酸。 所以在核酸定序,好,我們在定這個序列的時候,是指核酸定序,那,基因定序,好,我們現在用的基因定序,這個不是一般在用的,好,因為,定序的成分是一種核酸,好,所以,基因是含在核酸裡面,好,所以,如果是用定序的話, 用核酸定序是,是比較完整的,好,就像英文是DNA sequence,好,所以是DNA定序,沒有再說基因定序的,好,所以第六個精準醫療這裡,就是建議能夠,呃,用核酸,好,加進去,好,這樣會比較完整,好,然後再生醫療第五,第五,第五款的這個再生醫療,我們用在人體的, 這個構造功能重建修復,好,如果是用基因的話,好,也不一定是涵蓋所有的這個核酸的,的成分,好,所以,還是一樣就是把核酸加進來,這樣子,對於,呃,涉及到,呃,這個,去養核糖核酸,就是DNA或者是RNA的這個成分,這樣子用字是會比較, 涵蓋面會比較完整,好,以上說明,謝謝陳委員的說明,好,來,那個,民事黨團,你們要說明,你們都,好,來,先陳委員,好,謝謝,謝謝院長, 有關第四條的最後一款,其他策略,生技醫藥產品,呃,我相信院長也好,柯總召也好,其實過去,因為,呃,其實, 是,依法納稅,依法減稅,正是在審相關條例最基本的原則,啦,那這裡竟然還有其他策略,生技醫藥產品,這個還有,但是還很少見,還很少見,所以,我是主張,把這,其他策略,生技醫藥產品把它刪掉, 你要嘛,你看你要哪一項,你就直接講,我不贊成授權,哦,主管機關是審定或公告,啦,這個授權太大,我不贊成,哦,真的,這個,你,過去,損那麼多的,呃,減稅,免稅, 一款納稅,同樣的,依法減稅,所以這其他的策略性生技醫藥產品,這一款,我們國民黨主張要刪掉,謝謝 就是第,呃,什麼,第,第八,第八款,其他策略,這四個字嘛,刪掉,好,好,來,各位,他,來,來,好,來,柯總召,我,先針對, 所以,剛才,政中委員所談的,呃,現在的,第八款嘛,齁,第八款,第八款,過去,這個條約是已經十年了嘛,那因為,十五年齁,齁,六多日吧,六多日的時候,所以這次有,呃,有時效性,但年底要完成修,修法, 那這次,呃,修法,當然就是,範圍,範圍,範圍,變更,比較擴大,齁,第二個就是說,incentive,也比較好一點,大概是這樣,這樣, 這樣,最要鼓勵這個生技醫療產業,齁,齁,那這,我們,版本也改為生醫,生技醫療產業,齁,齁, 的發展角力,那我們都很,都很清楚,在這塊上面,我們必須要激起直追,齁,齁,那也希望,過去,版本都有這樣寫, 那有版本這樣寫,那這個也必須要經過,行政業指定,為,具有創意發展, 這個他一定有定執法,定辦法的,齁,我相信,也不可能亂定,齁,那這蠻嚴謹的,譬如說這次也有,也有,齁,這個精準醫學啊,齁,數位醫學啊,等等齁,心理研磨,等等齁,齁,這次我是覺得,這還好啦齁,齁,這還好,齁,那等一下我們請相關部門談一下齁,齁, 第二個有關於這個齁,有關於陳嘉豪委員所提的齁,他把蚊子,所有關於基因,他叫做核酸,齁,那基因本身就包含核酸了,齁,所以他這樣改變,並沒有,沒有任何實際的意義,齁,齁,在生醫療齁,齁,只將細胞,齁,齁, 一包頓點基因,用於人體構造,功能是重建和修復,他把蚊子加核酸,加核酸,齁,那,這種定義,基因裡面當然有核酸,齁,齁,那這點大家等一下也是討論一下,齁,那比較重要的是本長也有, 基因一定是核酸,核酸不一定是基因,齁,等一下請政府門回答,齁,那我只是說民進黨有提案齁,齁,我把民進黨提案齁,齁, 研碼裡面沒有的,也是研碼裡面沒有的,我們增加一款就創新技術平台,齁,齁,整個生理產業發展上面,我們都談到,剛剛也談到,我們希望範圍擴大, 那當然這個,這個有關於,有CDMO,有代工等等齁,齁,最主要,我想,高位產業來自於,這生理產業比較重要就是,要創新技術平台,啊,鼓勵,鼓勵技術創新,齁,那,有兩塊, 我們常常好像比較偏重於生產業製造,但是,最主要還是在技術的發展上面,所以,我認為,我們把它加上另外一款齁,齁,就第八款,那第八款改為第九款齁,齁,就重新技術平台這一部分, 尤其我們看到整個,全世界,二零二年以來齁,齁,二零二年統計,齁,全世界的藥品,齁,市場規模是1.5兆,齁,齁,那,協名要占三分之一,齁,齁,所以,努力,新的技術, 也有技術,也有技術,也有技術要發展是一個很長延的,所以在這方面應該,我,就好像過去我們在,從,40年前開始的, 獎金國時代等等齁,齁,有獎勵投資條例,後來有促進產業生意條例,那現在才轉創條例,那基本上這個,我們這個條例齁,齁,有,大概,大概有, 要轉,處理產業生意條例,有所謂的功能別嗎? 你用在RD,研發,製造品牌,齁,人才培訓,齁,齁,或是,齁,或是在這個公用水族,又是,結業等也上面,有給獎勵, 以前也有股東投資體檢,現在是沒有了,那我們希望說這一個,再很重要就是說, 這裡面有一點比較重要說,技術商品平台是,整個,生技產業我們能夠趕上, 齁,世界各國上面,而且這個是非常,非常,濃吞的,齁, 那國外也是有這樣的立法律齁,齁,齁,所以我個人認為,這一個部分,大家要爭奪一下,要加入第八款齁,齁, 這第八款,齁,這是這一部分,齁,另外,一五款的再生意料的部分齁,齁,那意料的部分,齁,本來是,指這個齁,齁, 指援機關審定是藥物,產品或技術,那這藥物要是,從藥物本來就是包括藥品及醫療器材, 所以把它寫藥品及醫療器材,這樣比較明確,齁,我想這個等一下,我們秋偉也很清楚,齁,以上就是,本黨的提, 的提案最主要,就是關於第五款,把藥物改為藥品頓點,醫療器材,那其他的不便齁,齁,齁, 另外,我們加上第八款的壯心醫療平台,那其他當然,各種提出的,我們請,我們主管區關去說明,好不好? 好,來,請 好,謝謝主席喔,呃,我想剛剛這個,就是時代力量黨團提的這個部分, 因為我剛剛就是稍微查詢了一下,其實包含像是台大醫院啊,或有一些相關的,呃,我們國內的在做這些定序的,這些設,呃,我們講單位, 他們其實也都是用次世代基因定序這樣的方式去描述,所以我剛剛也確認了一下,其實確實喔,像這兩個,比如說基因定序或核酸定序,其實好像都在混用,那我是蠻贊成是說,其實我們不用去設限,因為其實,我們現在定出來之後,它也是會過非常長的一個時間,所以,其實我覺得次世代這個字,也許可以去,加上去,去把一些我們的定義更加的擴大,如果今天未來,其實搞不好也不是只有核酸,或者是我們講DNA或RNA的定序, 也許它後面還有一些不同的sequencing,也許我們都可以納入進來,所以我是建議等一下部位可以回覆一下說,因為我覺得如果加上那個核酸或,感覺好像,又還是把它focus在某一個地方,如果次世代的定序,會不會是一個,也是現在目前普遍有在使用的詞,那這部分,就是NGS啊,我想那個教化委員是專家應該理解, 所以我覺得這個詞可能要稍微明確的定義一下,那第二個是我剛剛有看到民進黨黨團的這一個提案,增加了這個第八款的修正動議,但是我覺得那個創新技術平台的這個用詞,我覺得需要再斟酌一下,因為平台platform,以我們就是業界來說,會比較像是,一個網站,一個系統,然後上面怎麼樣去做技術的展現,或者是決策的呈現, 那或者是說平台也可以去衍生成,會變成是說,可能是在上面去做一些媒合的事情,所以我看了一下它的內容,看起來是說一些關鍵技術,那有沒有需要用平台這個詞來去表達這個意思,我覺得好像跟平台這個名詞看起來是有點不太搭嘎,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不是可以請,就是民進黨黨團再舉例一下,告訴我們說,如果是在這裡面的關鍵技術,到底有什麼是前面一到七款,並沒有去涵蓋的, 那因為我們其實,就是吳鴻剛剛曾明中委員講的,其實第九款已經有其他了,其實是已經給予這個法很大的彈性,主管機關可以去審定,那第八款有沒有存在的必要性,我想這部分目前是沒有特別感覺到,有必須要再多一個第八款的這樣必要性,可以以上。 我先針對民進黨這邊增加的這個創新技術平台,因為它這裡是特別指向第三款或第五款之關鍵性研發製造,但是我們在一到七,原來一到七的這個部分,就是有關 第一款,第一款研發製造新藥,或者是什麼再生醫療,還有高風險醫療器材,或精準醫療,或者是數位醫療,這些其實都是一些比較新的這個,就是比較新藥的部分, 比較就是說,這個世代比較新的,那所以說,如果是創新特別要成立這個平台的話,其實應該不是特定指說第三,或者是第五,所以換句話說,是不是我們應該把這個創新的定義要講清楚,然後我們在,也不必太特別說,是指三或五啦,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在說明裡面要講清楚的部分,那再來就是有關定序,因為定序就是核酸,核酸的這個序列的定定嘛,所以我們現在大家都知道了,什麼叫PCR,那PCR就是把病毒的核酸,把它的序列定出來嘛, 我們都知道ATGC就是每一個,就是一個核甘酸嘛,那一個一個核甘酸加起來就叫核酸嘛,那基因就是特定能夠製造蛋白質,有功能蛋白質的這一段核酸才叫基因嘛,所以我們,我們能夠了解說每一個名詞有它的意義嘛,所以在定序就是把每一個核甘酸把它 定出來嘛,那就是定它的序列嘛,所以剛剛那個高委員講的什麼NGS,這個大概又是另外一個發展的項目啦,那但是在這裡就是只是在,在討論說我們在對於定序的這個部分,我們是在做基因定序呢,還是在做核酸定序,那所謂定序,就是在做核酸定序啦,那基因定序就是涵蓋在核酸定序裡面, 我想,因為我是在做這個,所以我還是要把這個部分講清楚,這個就是比較,比較專門的一個學術名詞啦,好,以上 好,來,曾委員齁,那曾委員講完了,我們就請主辦部會來做說明齁 好,謝謝,我剛剛提到第九款要刪掉,不是沒有道理,其實跟各位報告,現在第五款,在生醫療、精準醫療跟數位醫療 原來是利用現有的條款啊,其他條款已經核准他,那表示你核准他之後,你看現在證明咧,你現在把他,把他扶證咧,回歸校證咧 喔,我跟您報告喔,在生醫療、精準醫療跟數位醫療,現在要精準他咧,以前還沒有確實不明的事已經有咧 所以我當然主張不能再開這麼大的門啊,所以我主張第八款其他策略性生技產要,這一款要刪掉 另外我跟在座的先進報告,我們扶植了半天,那生技產業是不是如同大家講的這麼好 我跟各位報告,我這裡有資料 一百零一年啊,上市上規的營收啊,是一千零一千零七十億啦 一千零七十億,上市上規的生技業喔 那範圍更廣,不是只有我們這獎勵的,一千零七十億,獲利多少 一百三十七億啊,現在十年後,營收多少,兩千六百九十億,獲利多少 兩百八十八億啊,其實幾乎沒什麼獲利 獲利半天,也沒多大的成果 我是極力主張,你就回到產創嘛 他沒有特別偉大 再講一次,十年的時候 一百零一年的時候 上市上規的這些生技業 他範圍比我們這個還廣喔 獲利就一百三十七億啊,現在 一百零九年底,兩百八十八億啊,幾乎沒有獲利啊 所以啊,我是強力主張啊,盡量回到產創 這個本來就違章見竹 這個就本來就違章見竹 所以啊,我做這樣的一個說明,謝謝 好,我們請主辦部位來做說明 好,主席跟各位委員,各位代表 好,那麼,剛剛針對陳教華委員特別提出 齁,基因跟核酸定序啦 那我們這邊的行政院版本是採用 基因定序的方式的意見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的這個,沒有錯 所有都有DNA序列或RNA序列 它是有很多的密定或標靈去組合排列出來 但是基因是特指具有生物功能或遺傳物質的 那一段的序列 好,所以我們在做的時候 不見得是做全部的序列 可能是取某一段的基因去做那個核酸序列的檢驗出來 所以我們稱它叫做基因定序 好,就是取那一段,某一段 不見得是全 我們以那個NGS為例 它就是取某幾段 比較具有特質 遺傳功能或者生物功能表現的那一段 那它做出來的序列當然也是DNA序列或RNA序列 所以概念是一樣的啦 排序是這樣 所以我們是建議說 還是採用行政院的版本用基因定序 這個彈性比較大 好,院長 沒有關係,讓他們都收不完 我的意思是說 你現在說你要取一段基因要去定序 你剛剛的回答是這樣嘛 但是你現在取的不一定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就是不能夠 沒有辦法去取到的這個序 這一段一定是基因嘛 所以你在做定序的部分 就是包含核酸還有包含基因嘛 所以才說你這個定序的部分 是不一定只是基因而已嘛 所以才說你還要把核酸加進來 對,但是譬如說我們有所謂的 對,就是在我們某一段上去做處理 所以你那一段不一定是基因啊 你在做定序的那一段 不一定就是基因嘛 你不可能只是去定基因的序列嘛 這是不可能的啊 我們在醫療上這些用的都是針對那一段在做處理啊 對,但是你在醫療上也有可能在做非功能性蛋白質 這個DNA序列的這個其他部分的這個定序啦 所以你在做序列的分析的時候 不一定只能夠做只是做基因序列 可是那一段他就不會有醫療的功能啊 我們現在講的是在生醫療跟精準醫療 指的都是那一段啊 那你要講清楚啊 對啊,因為我們現在是用在在生醫療 我們不是單純在講DNA序列 那你的意思是說你的 你的意思是說你是針對那一段有功能蛋白質的基因的序列分析 所以你像在生醫療用的就是在 它可以影響它的結構功能之重建或修復嘛 所以那一定指的是基因不是不具功能性的 好,那我了解我再看看這個到底漏洞在哪裡 好,那就這一個部分就這樣已經解釋清楚 那其他的,剛才各位黨團提出的意見請說明 關於那個第九款的部分 那確實在目前沒有修法之前 那本來就這個目前的這個其他策略生技醫要這個款項 那在現在的條文裡面 那也確實像曾委員講的 我們其實在上一次的修法時候沒有名列的部分 這一次就把它加進來 比如說新劑型新藥、再生醫療、精準醫療等等 就用這一個概括條款可以納進來 那納進來的時候其實都是非常嚴格的跨部會去審查 那這一次委員是說 那既然已經正列這麼多個一個定義了 也都納進來了是不是就不需要這個 那我們是建議保留的原因是在於 因為生計條例第一個這個有十年的這個期間 它的時間有十年 那第二個生計藥物在這幾年 特別是疫情之後 那個發展的速度非常快 那那個太陽也非常多元 所以我們是比較建議說 仍然保留的話 那至少有一個 針對這個生計的這個發展的這個方向呢 可以有這樣的可能把 如果真的是很重要的項目就把它納進來這樣 主要是這個理由 可不可以舉幾個例子啊 比如說有可能其他策略生計醫藥產品 是不涵蓋在前面七大類的部分 這個喔 一個 剛才正名中委員所提的 那是一個完全和現在我們 這個條完全不一樣的思維 意思是說 就回到場傳就好了 那剛才美化部長的談很清楚 這是有再生醫療 金子醫療 支援醫療等等 因為 項目有令得很清楚 那這個和過去不一樣 那保留這個 這個原因比如說 專業要已經開了 過去了 那我們要再發展的話 那個也要投入研發 很多東西現在是不能選 沒有辦法選 一選很清楚 所以這個行政院當然會有策略性產業 比如說 國產疫苗 這個也是一樣啊 不然我們是不是要發展 當然要 要把這次 有其他 其他款來嘛 你那種 你那種 就是說 第一個 這法案就不要了 那這法案已經充15年了 那所有生技產業 所有生技產業都要看這法案 我們是要跟國外競爭 包括CMV 而且沒有什麼CMV 所以要把定位清楚 那你現在要跟韓國平民 我們要把市民拚 我們自己 給他一個 投資幾點或鼓勵商 我們都吝嗇的話 我會覺得這個不好 因為 像現在我們過去 我們就會說 未來我們 可能我們機會點 機會點在哪裡 所以政府一定是要去處理吧 我看完就是說 這一點上 可能曾民中委員 你那個邏輯就是說 那就變成 每個條文都不要 你是這個法就不要 那至於 你剛才還講到這個 回到這個場算嘛 概括 比如說 這個專業要X派 那個新的要 新的邪名 邪名邪 那個也要RB 這個 你看行政版本 就說明很清楚 比如說什麼東西 就有說明嘛 好 所以說 產值多少 那現在坦白講 我們現在 在這裡面 給他的incentive 包括獎益 抵稅的話 因為基本上 我們 對於 國家稅損 並不是很嚴重 我們 但是 至少 國家在這方面 是 我決心 要去鼓勵的 我比如說 我們家庭 從獎益投資 的時候 一直到 處理產業生育條例 有所謂 自動化給他投資地點 那造成好幾千億的稅數 因為每一樣的都要自動化 所以後來呢 全部刪掉嘛 所以留一些比較實際的 那過去也有低一別 如果資源平均開吃飯的一級 就可以鼓勵 那是六星條款 促展 有功能別 有低一別 還有產業別 那現在 那 這個促展條例 走二十年 村民產業生育條 走二十年嘛 那時候我們中間進來的時候 那 所以 整個 整個全球的 產業的競爭 反面 一直預改 但我們所謂用得到我們的舒服稅工具是有限的 至少在這方面 我們政府應該有決心 叫國磊再丟 這 坦白講 財務部在這裡 這個租稅都 租稅 租稅是有限 所以這個其他本來十五年就有了 你現在拿著 他很多女方沒有辦法去 弄得很清楚 假如現在念了這個應該加出來加嘛 這就是說 可以狹勤自己還下 如果講說國產疫苗要不要 要不要鼓 要不要鼓勵 當然要嘛 是不是這樣 所以這一點請曾中委員 遵守一下好不好 好 請曾委員 呃 謝謝柯總 不過您講的有些事有些不是 沒關係啦 但是不要在這邊 我知道我知道 這是理性討論啦 我的建議我們國民黨也不堅持 但是 可不可以跟我的附帶決議 一起來討論 對啊 我附帶決議喔 因為我尤其是你的在生醫療 精準醫療 跟數位醫療 我提個附帶決議 這是未來發展趨勢 我建議 你不能這些 先進力啊 都是有錢人在用啊 我要求的是 逐漸納入健保 我本來是也說納入健保 他說有問題 我逐漸慢慢納入健保 我也沒要求你什麼時間 欸 我也不這樣不願意 我講得到 你不能這些 再生醫療 精準醫療 或數位醫療 那有錢人在用 開什麼玩笑啊 說我要求很簡單 假設我的附帶決議 你可以把它納進去 我們這些條文 我們可以再來折衷 好 總長有沒有仔細聽 我知道 對不對 健保有辦法 劍刺嘛 慢慢 我也沒要求 你不要寫實 就是說討論怎麼樣 不要寫實 大家可以討論 我意思是說 慢慢 就是說 慢慢 你不能 這被擴散了 政保的財務就這麼糟糕了 我沒有限制時間 沒限制時間 幫助負帶決議 因為是法案通過的財務負帶決議 我們負帶決議 不要寫實 我要幫我一起討論 我就是覺得可以 方向上 不用不用鞋子 好不好 好 那個就 我看就是 比較有彈性一點 然後 負帶決議 就是負帶決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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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做保留 我還有一個第八款 他們是不是可以還是回答一下 剛剛講的第八款 我有提一個意見 好 來 主辦部位來 就是那個創新技術平台的部分 那個 我說明一下 因為委員有提這個創新技術平台 那我們有去搜尋一下這個全世界的這個創新技術平台的關係 他的邏輯就是說 他廠商他可能做一個關鍵的東西 他沒有做到後面的藥物 但是他做這個關鍵的這個技術 這個品項呢 他可以給不同的藥物 或者給不同的 譬如說再生療法時候 給他做他的上面的素材 那那個看起來是確實因為最近的創新技的比較活潑 那確實這樣的公司是有存在的 那譬如說我舉簡單的例子 像那個 現在疫苗 那個 這個 莫德納的 BNT的這種疫苗呢 他有一個LMP 就可以提供給莫德納 提供給BNT 或者其他的 做這個MRI的這個疫苗使用這樣 那所以 這樣的類型 他沒有做到後端 但是他跟很多後端的藥跟再生醫療連結的情形 那確實是這 最近這幾年有出來比較多 有這樣的一個情形這樣子 那譬如說有一家 Berkelin Light 那他就是去做 讓你這個用高通量的來衰險細胞 那衰險細胞 原來可能要三個月才可以衰得出來 那他就是五天就可以把這個好的細胞衰出來 那這樣的一個技術就可以給很多的 類似的那個藥廠呢 就不同的藥廠就在做稍微Modify 那就可以給他們用 那就是他就是這樣子就叫做一個平台的概念 他不會只供給單一個藥的使用這樣 所以 我們去搜尋確實有這樣的一個公司 而且看起來是有比較 最近這兩三年有比較多 好 我認同說我其實 確實在每一個款項裡面 包含再生醫療或精準醫療裡面 其實都會有所謂的 不是他到最終端的產品 而是中間他必須經過的技術 但是我剛剛所提的是第八款用技術平台 這樣子的名詞來做定義 是不是太過於含糊 因為像比如說我就講最簡單 第八款你們寫的是個說明裡面 不好意思是民進黨黨團提案的說明裡面 他寫到說比如說我們講名詞好了 他所補助的標的裡面有研發製造 也有關鍵技術 最後又出來了產品或技術 所以我單純只就這個創新技術平台 他到底要補助什麼樣的一個主體 其實在這個裡面是非常的複雜 那我認同剛剛就是部長所講的 就是說其實確實有這樣的公司 那以目前可能前幾款 他可能真的沒有辦法補助到 那我的建議會是 其實應該是把第八款裡面所寫的 把它落入到 比如說像我們講最簡單的 你在第五款裡面再生醫療裡面 你後面也寫到技術嘛 所以你剛剛所講的這些 比如說是中間的所需要的關鍵技術 其實你加上一個或技術 其實他也可以含瓜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用平台這個詞 會太過於模糊 但是如果是剛剛部長所解釋的 其實落入你到 比如說剛剛講新藥好了 那你第三款的新藥裡面 你最後Ending 就不會是Ending在藥品 你可能就會加上一個是 或研發過程關鍵技術 或什麼都可以 因為我覺得在第八款 我還是覺得那個平台會讓大家 有很多模糊的想像 而且光是從立法體力來講 你第八款到底是一個 研發製造的過程 還是是一個關鍵技術 還是是一個產品 你光在裡面主持就有三種 所以我覺得是 不是很讓人能夠容易理解 你到底想要表達的意思 當然 我一直想表示一個觀念就是說 我們不是只有說你有產品出來才給補助 對對對我理解 所以柯總知道這個我同意 在RD過程中 對但只是說你的修法去寫到技術平台去包剛剛講的這件事情 其實是有一點就是好像太模糊的定義了 剛才部長的產量維持起的問題的部分 事實上我都知道台灣有一家廠商才會提 它做出來的產品 是國外馬上把整個公司默起掉 因為它的application非常大 它沒有product 但是它的application有很多 對柯總知道我非常理解 我非常理解 所以我剛剛的建議 我的建議只是說 你有什麼建議我們可以調整 當然我講的說 我們馬來講的產品 就主要是這一段 TSMC也是早一點也是這樣 它賣給了很多人家專利 很多然後才一直大起來 所以我們在這方面應該是要去鼓勵 是我認同補助這樣的方向 我只是覺得你用平台這個其實是太模糊 其實這個 這個 稅程都有限 因為 大家要先說沒辦法 對不對 那你要政府的態度要出來 所以剛才報告 就地球環也是這樣原因 那 這主要是說 我們這樣的 這個法案已經15年了 我們今天重新看待的時候 有新的科技 整個新的環境 新的競爭 新的環境 我們在未來 我們會接受很多挑戰 那我感覺說 司理人物 現在有司理人物 大家又掛一個司理人物 其實 其實那是純代工的 你要跟韓國用司理人物比 實際上還有技術 那是一個國家都下去 所以我希望說 這些大家可以討論 沒有關係 只要有意見 所以我們再保留一下 我們再斟酌也無所謂 好 再提出一下 那個陳委員講完 那再請 好 因為 因為第八就是說 在文字的部分 我們還是有帶斟酌 如果是包括剛剛 部長提到的 就是說 有一些原料 就是說 別人做的可能不錯 那我們可以透過交流 去達到這個原料或技術 然後有一個平台 可以去很快的 就加速相關 跟我們要的這個產品的這個生產等等 那 就不是說 只有在第三款 第五款 或者是第二款 這個部分 因為現在在第六 第七這個部分 其實 其實都是會可能有涵蓋在裡面 所以我提出來 就是說 這個文字可能 還要再做更嚴謹的去做考量 以上 好 請 蘇部長 主席還有各位委員 那 我這邊 稍微表示一下 因為我們原來以為是院版的這個情況 這樣一個情況 但是現在 就是有委員提到這個創新技術平台 這個部分 我們是比較擔心 因為這次 生技條例 基本上它的範圍已經大幅度的放寬 大概是 比以前都放寬了很多 那它所提供的租稅優惠 比其 比其他產業都還優惠 包含了這個產創條例這邊 那當然 基於這個所謂的產業政策的支持 當然財政部這邊 除了稅公平性的考量以外 那當然產業政策的發展 我們也要考量 所以 只是說我們這邊把這個所謂技術創新平台放進來 這樣一個情況下 那我的了解 就是說這個技術創新平台 像剛才王部長所提到的 可能就是其中一項重要的技術 那變成是新藥製程當中一個很重要的技術 但是這個技術呢 或是這個元素 基本上它可以用到其他產業去 也可能用到其他產業去 那如果把它納進來的時候 我們這邊擔心的就是說 它會不會沒有用到生技醫藥這一部分 那同時也享受了這個生技醫藥這一部分的 這個所謂的租稅優惠 這樣一個情況 所以我們財政部的立場當然 就是說從租稅公平的角度來看 就是說如果要把它擴大 當然是要比較審慎的來看 那如果真的需要的時候 那我們是建立的 因為剛才在原來行政院版的這個第八款 基本上就是其他策略性的這個 所謂的項目裡面 就是第八款裡面所指定的其他策略性的 生技醫藥 就是其他策略 生技醫藥產品 這裡面就可以去 依據行政院的 就是說經行政院指定 維基策略性發展方向之生技醫藥項目 並經主管機關審定或公告者 那麼也可以把它納到這個裡頭 那這個納到這裡面來 範圍就比較限縮了 不是說這個生技新藥產業 上下游產業全部都適用 因為這個平台如果平台放進去的話 可能上下游產業都適用了 這樣一個情況 那如果由行政院來指定的話 基本上它就比較有彈性的 隨著這個生技醫藥產業的發展 那有些項目就可以適度的來放進來 這樣一個情況 這是我們財政部所要表達的一個立場 謝謝 這個我有點稍微不同的看法 部長可能沒有把這個版本看清楚 它寫得很清楚嘛 針對這個新藥新技型 包括再生醫藥 再生醫藥都有寫得很清楚 所以你說會不會跑到其他產業是不可能的 它有focus在什麼地方 那你說把它全部不放的話 因為這個坦白講 這個已經第三款寫得很清楚嘛 這本來就有關於第三款第五款 然後還有第二款的第二目 都是新藥 都有關新藥 所以這部分是它是不會 不會扣得很大 那你把它寫在其他 也沒有這個項目 跟其他 公務局要認定很難啦 說公務局全部給他們五支部 五支部都沒有好 每一個人不負責 所以他把它寫清楚 公務局當然 他推給食藥署 推來推去進市處 大家壓閣 一定會發生這種情形 所以當然你這樣的講法 對公務局這些公務局 低層公務局 他們最喜歡這樣 好 你以後再來認定 那認定 反正搞 不知道搞多久 所以我是覺得 在這裡要明確化一點 最主要著重在 稅存 的部分多不多而已 好 其實他講得很清楚 他不會 他已經就第三款第五款 八 八 第二目等等 我們這可以再研究 但是 大家再爭奏一下 反正這個條文 有幾個爭點 好不好 好 何福明市長 謝謝院長 謝謝總召 還有這個各位黨團的委員 提出來的意見 那基本上 因為對創新技術平台 這個 我們黨團的 這個提出來的修正動議 比較 因為這個時間比較短 今天才看到 所以可能在 我們在這個時間裡面 沒有辦法 把部會的意見整合好 這比較抱歉 那 是不是容許 總統跟這個院長 能夠讓我們部會 有再整合的機會 然後我們是不是能夠先保 不是明天要通過 沒有關係 這個還有時間 大家 這幾個正點 大家要討論一下 包含總統講的那個 後來結議 那也要很謹慎 好不好 好 那 那這樣 是不是今天這個 這個案就 保留 好 主席那我 因為我剛剛有請同仁去 開始幫我寫一下 那個這一條 我們也提個修正動議 就是 柯總召那個寫法 我覺得有更好的寫法 我幫他提出來 就一起整合 再提出來 謝謝 好 只要把他觀念上一致就好了 好 那有關的第四條就是保留 那 這個下次 你們 你們部會之間 再整合一下 那下次我們再找時間來協商 那如果這樣的話 後面兩條是要繼續 都一樣 好 報告院長 那第四條的其他部分 其實大概意見都整合好了 包括比如說 包括再生醫療的那個 藥物改成藥品 頓點醫療器材 這個已經其實沒有不同意見 對 這個應該是可以用這樣的改法 因為這樣改法是跟原來院版不一樣 就是 只是把那個藥物明確寫成藥品醫療器材 本來就是這樣定義 對 那第六點 第六點就是 要增加那個 分子鑑定之後再增加一個貨代謝體分析 那這一個增加這個代謝體分析 這個 全政機關也同意了 對 也沒有意見 有增加是吧 那現在你們的意思 部長你的意思是說 這個第四條的部分有一些文字要讓大家 沒有 第五款在生醫療那部分的文字有調改為 就讓他通過 其他的保留 我們只是說這幾個都 或者一起啦 我看就一起 下次 因為你們可能下次還有會有文字什麼 等到下次再整個來看 現在就是說 譬如說 陳佳環委員他剛才 大概接受你們的解釋嘛 所以他那個應該他不會堅持嘛 那曾明中委員他提到的 他可以接受負代的結議 不過附帶的結議的文字你們再推敲一下 那 對啦 然後 這個第八款變成第九款 那新增的第八款 那這個好像財政部有一點點 那你們再溝通嘛 就這樣 那 應該應該就這樣保留 就整個就下次 好 好 好來 最後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我想請教 市長 就是林秉書在7月 跟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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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打 那第一劑是以 副理師的燃油 那打殘劑 那本條約無關 那誰幫他關收啊 誰幫他關收 那為什麼又是核心整首 這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 第二劑是在台中龍龍打 這莫德納 再出國 搞了半天了也沒出國 這兩個問題 謝謝 他扁挑你無關嘛 沒有 誰說一定要扁照 好不好 那既然這樣 我們就 未來和諧齁 你們說 再可能的話 你稍微說一下 跟主席報告 因為 沒有想到會有 委員詢問這兩個問題啦 所以那個詳細的部分 我可能也需要再了解 才能夠 比較正確的回答可以 是我們把這問題帶回去 市長 你來立法院協調 你搞不清楚喔 你還要太回去喔 這個 這個 這個條例我很清楚啦 那這是這樣的問題 你還限制委員 只能問條例的事情 沒有沒有 上次我在問部長的時候 問這個問題 也是部長還協商議算啊 下次請部長自己來 你是不敢答 還是不能答 還是不會答 我不是完全清楚 他有答錯了 好吧 算了 請到大家 這個 第五條跟第八條 是要 也要一起保留 還是 一起保留 下次再一起討論好不好 那 你把要稍微討論一下 不行就把可以就通過 不行 因為他們講好像 有一些相關 這個沒有關係嘛 第五第八 沒有關係 我們的立場是一起 好不好 好啦 那你就保留了 好啦 五八都保留了 好啦 五八啦 因為五八有和時間不同意見 欸 主席那請教一下 我們如果有修正動議的話 是 等一下就要馬上送了 對不對 因為你現在要 這邊要保留了 還是 就是 如果我現在有第四條 修正動議要送 下次協商 下次協商再送進來 如果早一點 讓他們知道 OK 那我就提早先跟他們講 然後當天再送出來 因為他們要整合嘛 對不對 對啦 早一點送出來是好的 好 好 那這個 四五八我們就保留 有 那 好啦 接下來就證交稅 證交稅 證交稅 來 接下來證交稅齁 我介紹一下 介紹一下 就是說 證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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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交交稅 條例第二條之二 及第三條條文修正早案啦 那 所長剛才已經介紹過了 我就不再介紹了 就是 我們財政部書部長 還有金管會的房主任委員 都已經介紹 我就不再介紹了 那現在我們就針對 針對這一條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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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加上鸡肉 陳嘉瀉這只是第二條 第三條沒意見 所以這條是二就對了 我們現在針對證件交易稅條例 有關於第三條的部分 因為審查會的決議就是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所以我們就不討論了 我們現在要針對第二條之二 二條之二 看大家有什麼意見 謝謝院長 我要請教財政部 就是上一次的當通降稅 降了三年半對不對 大約 那這次是延長三年 那我要請教部長 就是過去三年半 有沒有達成你降稅的政策目標 有沒有達成 這個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說 當初當通降稅的主要目的 就是要讓這個 所謂的股票市場的這個流動性 希望它增加 也就是它的量增加 然後這個所謂的 相對的就是流動性增加 然後糊落這個股市 這樣一個情況 那當初 我跟各位委員報告提出 當初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只提大概一年的時間 一年第一次 那第二次我們提的時候 是提三年的延長降稅 那本來就是說 本來是三年的延長降稅 但是後來 因為大院這邊委員就是 要延長到今年年底 所以本來三年延長降稅 是到今年的十月份的時候就結束了 那大院說乾脆就是延長到今年年底 這樣一個情況 所以這一次我們在提出來的時候 那麼我們跟金管會也商量過 就是再一次的三年 這樣一個情況 那我當然我了解 有委員還有外界的意見認為 就是說這個當空降稅 要變成常態化的一個情況 但是 但是我們的過例就是說 當你常態化以後 未來股票市場 認可的這個 你的政策調節的工具 就上市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還是希望維持 跟上一次一樣 就三年降稅為期 這樣子 那我想等一下 黃主委也可以做一個補充 說明整個股票市場 在當空降稅以後 他的這個情況 以上簡單要說明 好 這個黃主委 你有沒有補充 院長還有各位委員 我想 這是財政部的證交稅 不過 從金管會來講 的確我們看到了 當充降稅過去 對國內資本市場的一個 正面的影響 過去這兩年 不論在價跟量上面 尤其是在 今年上半年 大概都是 每天大概四千億以上 那這裡面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就是 活絡了整個市場 那提振了投資人 對這個市場的一個 一個信心 所以我們很多投資人 包括年輕人 投資人加入 但當充降稅 有幾個大家 觀察的角度 第一個就是當充 有沒有獲利 那當然 當充其實它 動機很多啦 有的是避險 有的策略性交易 我是買錯了再補回來 所以很難說 用一個明目數字說 表現我們 我們的0.1幾 是不是它的獲利 這個很難用 這個數字去表示 但是可以看得出來 整個的市場的 往上發展 看得出來 很多人樂於從事當充 就是它能夠滿足 它各種不同的 投資的這個目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大家會關心 當充 充來充去 有沒有違約 那這裡我們看得出來 其實當充違約的比例 非常非常的低 今年到10月底子 所以當充違約人數 大概只有757個人 那佔市場交易人數 531萬人的0.014% 那這個也是很少 那另外就是 我們也在今年上半年 看到有些個股 它的這個當充 大概充到五成以上 我們證交所也從 今年的8月跟10月 分別採取了一些管理的措施 警示的措施 所以應該來說 我們這個制度 是取其利而避其害 所以我們在制度上 也做了一些管理措施 所以考量各方面的因素 那我們 所以我們覺得 這個這個制度 是可以再去繼續延後的 它對整體來講 整個資本市場發展 有一個重要的公共利益 那大家關切的這些 跟一般的交易稅的 這個稅制的差距 或是我覺得那個部分 在公共利益的權衡之下 其實我覺得 是可以被調和的 那我想我們大家都樂於看到 台灣的資本市場 繼續往前 往前行 這也是一個經濟發展的櫥窗 所以儘管會 尊重最後行政院的決定 就是以三年為度 以上報告 謝謝 好 來 就讓他先講好了 他第一次 謝謝 謝謝院長 那針對今天我們看的這個 當充的這個延長 時代力量這邊 我們還是要提醒 相關單位要考量 就是在納保法規定租稅優惠 應該明定實施年限 並以達成合理之政策目的為限 所以現在如果要延長這個 當充交易的降稅 是不是也應該考量其他屬於 長期投資的投資人之賦稅公平 那另外至於股市長期的 健全穩定發展 主要是要靠量能安定跟股價合理 但是如果當充降稅 可能透過這個延期 而實際變成一個常態化的政策 是不是也應該思考 其他促進台灣股市 長期穩定發展的方法 是不是還要去找看看還有哪些方法 那對於當充交易的警示機制 除了現有警救個股的管控 是不是也應該去參考其他 如果像美國的市場 或者是強制執行保證金 預收款制度 不足款的利息或交易停權這些機制 以上就是 還有就是對於有人利用假帳號 假群組 藉當充機制製造炒作 或者是放空的這些行為 是不是 那又該如何處理 或是投資者 多開幾個券商的帳戶來進行當充 結果補不出錢來 那這些問題都是需要相關單位 後續要思考 以及提出應對的措施 還有監管的措施 好 以上 其實我為什麼要凸顯這個問題 大家很清楚 那股市 我再講一次 股市要有投機性要有投資性 你全部都投資性 那股市一灘死水 沒人敢進來 搞清楚 有些人搞不清楚 那股市要投資性不能有投機性 沒人敢進來 因為當你要賣的時候沒有流動性 所以先講前提 這第一點 第二點 就是我們審過那麼多的租稅獎勵措施 很少看到 第一個 它的稅務行政非常簡便 因為就是證件商代收 一毛都跑不掉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剛剛黃主席講 達成活絡股市 那 活絡股市 而且 它的 股價指數 也 處在高檔 第二點 達成它的政策目的 第三 第三 部長你還沒有講呢 你今年的證交稅會超收多少 一千多少億 一千兩百億 對 連證交稅一點就超收一千兩百億 我們 我們 我不曉得總召或的院長 你有沒有看過這麼好的租稅獎勵措施 可以達到 三個政策 目的 稅務行政非常簡便 第二個 稅收超收 今年超收一千兩百億 第三個 達成 活絡股數 那當然 有人講說 當充 個股會太熱 那金管會已經採行措施了 採行措施 現在 主委 我請教你 現在 還有沒有個股當中 太高 有沒有壓下來 還是這種情況有沒有發生 應該比較好 應該比較好 因為當年是幾張航運股 那個時候比較熱 但是現在因為整個股價都平穩了 所以那個措施是有一點有效果的 好 主委長這個法案 這個法案大概 剛剛聽起來 就實在沒有版本 但是沒有版本 沒有我們沒有 基本上反對 好像聽起來是基本上反對 好 那現在有版本 另外一個極端就是說 變成常態化 那實際上 還有三年 兩年 三年 五年 大概這個三個樣態而已 那今天講 講的大概只有兩個樣態 嘛 一個幾年 一個是 一個常態化 OK 對 實際上剛才講的 坦白講 那些都是屬於基礎性的問題 包括美國股市 坦白講 他們有capital gain 他們是不一樣的 有沒有放空做假帳啊 什麼都開帳戶 那些都是基礎性的問題 有沒有 有沒有微焦哥 微焦哥 微焦哥很少啊 過去股市微焦哥像 蕾普龍那種微焦哥 那個是不得了 影響到股市 後來翁大明怎麼都抓去關 那些股市經過 那些股市 坦白講 這民眾講的就是說 這個 減便和修嘛 活動股市 但是持平的論 我個人對於這個股市的看法 發現各位可能 比較不一樣的深刻啊 只要問我 我說應該就停下來就好了 但是既然是要 要三連就三連 那 那實在 那陳小雅講的一句話 這個這個 稅的降低的話 有期限 好 沒有關係 既然是行政版本 這個我們內部都討論過 從 你來看台灣股市的 就是發展史上面 從過完那種事件的時候 那 為了那個 跌19根停板 到 都沒過77年 然後另外78年的時候 三向公司選舉的時候 國民黨黨 利多於闖紅 整個股市跌了3000多點 那是非常嚴重的 那時候 家裡指數和現在不一樣 整個然後 股市再一直上來 到一萬兩天一路翻轉下 一半 中間有兩一張等等 一路 空頭走到空頭上 跌到兩天多點 正走歲的時候 沒有 正走歲是76年 國安黨黨事件的時候 連跌19根停板 我們把這個歷史這樣 這樣回覆一下 國安黨事件的時候 連跌19根停板 然後再稍微好一點 然後到78年 1989年 三向公司選舉的時候 那是很重要一年 連投票前 國民黨喊出 第一多於闖紅 大家叫一大好 撐下去 六三成兩 然後再好起來 到80年左右 開始一路上來 然後到一萬兩千年 翻轉 直轉直下 跌到兩千多點 那一波段死了多少人 股市是一個 我常常這樣講 然後呢 台湾股市又慢慢起來了 這裡我們要看待一個事情 其實 股市是刀火填血 我常常講 全世界沒有一個行業 風險這麼高 這麼難做的行業 因為你每一個秒 每一秒鐘都可以決定你的生死 我這裡來賣出去 下一秒鐘買回來 那股市只有買帳和滿碟 常常都撞到朋友 所以斷頭一大堆 這個股市它真是一個high-tech 讓它也有內線交易 也有炒作的問題 一般人比較相信說 更明白 其實很多菜單組 在這樣整個股市的發展歷史中 很多人還存活在股市 實在不簡單 兩千 二零八 馬英九指定的時候 股市會上兩萬點 等一下還值得多少 連慢兄弟 那現在當然股市 一萬七千多 那衝的量這麼大 量價齊陽 量價是齊陽 但是持平的論 這裡面多少是當衝 貢獻的 至少四五十八當衝貢獻 所以那個是 全世界 當然不應該鼓勵當衝 你問我的看法 股市當衝是不對的 當然投機性 那我栽一出 裡面還沒回來 這個 常常害死很多人 好到耗死 好到政府 整個一種氣 沒有說 今年超出一千千百億 三十幾 三十幾 能夠粗過嗎 粗過還是 老實說 股市在股市 賺了一整人錢 一波賺 整個完蛋了 很多 很多可憐的故事 所以政府 上面講 當然 這個要做多吧 政府一定做多 你像金融會說 做公司不可能 所以金融會當然說 沒關係 繼續 繼續下去 財源部也沒關係 有人抽 那慈悯的論 都要吃 這不是 不可以常態化 我們要讓股市 回到一個正常的 他是一個很專業的 國外是法人 我們什麼散戶 散戶基多 這樣的 你周邊所有朋友 經營朋友 你去問問他們 探集的是不少 坦白講 那 所以這個 有他 台灣的股市 有他 世界股市不一樣的地方 有 最多在三年 我們再加以考慮 不要變成常態化 這是我基本的看法 那你說 像陳小嫂講的 那個是不一樣的東西 那 價量其揚 這個東西 一則宜許 一則宜憂 有 我個人認為 投資和投機 是一線之隔 錢一打高 會求一線之隔 大家要小心一點 好不好 那現在當然 今晚大家有講 有管理 有警示等等 我們希望說 能夠降溫一點 我 個人持平 我問 這一題目 大概只剩下三年 要延山三年 或者是常態化 這樣而已 那 我們民黨黨 民黨黨的立場是很一致的 大概是這樣 好 意見有很大不同 應該保留 不過 再讓曾委員再講一下話 好了 我先講結論 我不堅持 但是我為什麼要講 我要凸顯 財政部 在租稅獎勵政策上的方面 這明明可以達到 他的政策目的 或者股市 也可以增加稅收 稅務行政策上非常簡便 他就延長三年 那有一些很誇張的獎勵 沒有效果的 沒有定期限 像我們上次在那邊協商 文獎條例 通通連個減稅期間也不定 後來我們監減定十點 文獎條例 剛開始而已 他是文化災傳 你讓我講完 我就要凸顯 財政部就很荒謬 好的 對不對 他就改後三年 那誇張的 連個定期限他也不願意 我就要利用機會凸顯 財政部在租稅獎勵政策的荒謬 非常荒謬 但是我講過了 我不堅持 謝謝 好 那我們就接受行政院的提案 你這樣好不好 三年啦 我要講這整個股市發展 包括整個市場的性質 我要先講一下 行政院的 我們照行政院的案通過 好不好 好 沒有意見 好 你繼續說 謝謝主席 我先講一下 好 謝謝主席 我先講一下 你會說 謝謝你 我們到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